我们来看一下 指考数以102年多选6这一题 这一题的答对率算还蛮高的 就是中间偏译的一个题目 但还没有到非常简单 但是中间偏译 那这题也是我觉得是很典型的社会主题目 就是去数非常的多 那主要就是要希望认识这个两个名词 就是说何谓信赖去尖 何谓信心水准 因为这抽样的事情在生活中经常会看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现在就是要怎样 就是看支持率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里有一个P 这里有一个Phead 所以这P跟Phead一定要搞清楚 P是真正的 Phead是假的 只是我们抽样出来做出来的 那你有假的Phead就有假的标准差 就Sigmahead 那这题主要就是要去看一下说 Phead跟Sigma跟什么样 人数的关系 就这三则里面只要知道两个 那其他第三个就可以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来逐一看一下 第一个选项它是说媒体A的信赖区间是多少 那你要有多少的可信度呢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跟你的你要有多少的误差半径 因为我们现在希望怎样 有95%的信心水准 那因为抽样的结果是常态分布 所以95%的信心水准呢 我们就取两个标准差 所以是要两个标准差 那这是一个标准差 所以这边应该把它改成怎样呢 要两个标准差 所以就是 0.3减掉0.0 0.0 0.26 到了0.34 主要是你要知道95%是两个标准差 这是关系 所以第一个是错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B的话呢 他这个虽然不知道 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什么 A跟B 人数是一样的哦 对 人数是相同的 所以N相同的情况下 对 这边 这个就会被这个影响 那我们之前在说的时候 就是说P 怎样 P越靠近0.5 也就是说他的局势越不明朗 这时候误差事实上是要越大 所以 以B来说 0.4 的确比较靠近0.5 所以这个误差就要比较大 所以这个 SigmaB就会大于这个 0.02 但是其实只是大一点点而已 因为这个的影响事实上是很有限的 人数的影响比较明显 所以第二个这是对的 那第三个呢 我们看A跟C A跟C 他们怎样 他们反而Phead一样 但是什么呢 标准差不一样 所以C的标准差比较小 那这时候可以控制的就是什么 你要有这么小的标准差 你的抽样人数一定要很多 才能够让这个降低 你要让标准差 变为一半 那我的人数并不是要变两倍哦 是要更正为四倍 因为这N在这根号里面的关系 所以这个要达到这样的 其实抽样的成本还蛮高的 要反问蛮多的人 那第四个 A跟B 是谁比较靠近真正的P呢 对这种真正的东西呢 其实是什么 是无法知道的 对 所以呢 你不可以说 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多 比较0.3的比较多 但是真正是怎样呢 我们事实上是无法预测 这是在做统计的问题里面 最重要要知道的概念 单次的结果 事实上是无法知道任何事情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选的 那第五个呢 第五个又再来讨论一下 什么叫做95%的信心水准 95%的信心水准 我们要反映到 它其实就是什么 重复 重复这种试验100次 然后有95次 那个扩张之后的范围 也会盖住真正的答案 好 那反正 可是现在呢 因为它每次抽的人也不一样多 那也是都不一样的结果 好像这个东西 对 它有没有盖住 其实我们我们不是很知道 我们不是很知道 就是我们以结果来看 我们当然都不知道它有没有盖住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重复的 重复很多次之后 100次大概有95次 两个标准差会盖住 对 那这边呢 事实上是无法得知的 因为单次结果无法得知 它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结果 而且只是一个那个可能性 这种用太决定的这种说法 其实都不是对的 所以这题我们再回顾一下 它其实就是要怎样 要让大家懂得什么 信心水准的意思 误差半径是如何计算的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小补充小练习好了 就是说以A来说 它到底要有多少人 才会达到这个0.02呢 我们之前大概有个印象 就是大概 如果今天标准差要0.015 大概有1000人 那0.02呢 它事实上是怎样 大概会比1000人再稍微少一点点 真正计算上差不多是这样子 0.3乘0.7除以N 开根号等于0.02 那这里我们就把它 把这两边先平方 那这边变成100分之N 乘上7321 那这里会等于1万分之4 那稍微整理一下 这里先约掉两个0 这里再约掉25 所以N大概就是25乘21 就是525 所以大概500个人左右的时候 那个误差半径 一个标准差大概是0.02 所以像这个C呢 你要到0.01的话 那就是大概要怎样 大概要到2000个人 2000个人 所以这是一个额外的练习 但是其实联考的时候 大概不需要做后面的事情 它只是要让你去比一下 那个相对关系 然后再看一看 我去转就是525 就是525 0.02 0.03 1.0